上次介紹了不同時期的中環天星碼頭的建築特色 今集除了跟大家介紹一共有兩代的尖沙咀天星碼頭的建築特色 同時包括了天星小輪的特色 1852年巴仙人米泰華拉來到香港 成立了打粒字陽行和創辦了九龍小輪 即是天星小輪的前身 1898年5月九龍倉收購九龍渡海小輪的輪船 成立了天星小輪公司 天星小輪的名字是取材至核下船隊 包含了星至的船名 天星小輪開辦初期 只有五艘燃燒煤炭發動的單床船隻 當時渡輪班次為每40分鐘一班 往返中環的北打街和尖沙咀的九龍角 天星小輪的船身是採用白色和綠色 象徵天和海 有上天下海的意思 也象徵著連結兩者 設施採用至今 而輪船也是傳統箱頭的色設計 船頂的煙通上面有四顆星作為裝飾 但是船艙內的煙通部分已經是移除 僅是作為維持天星傳統船隻的設計 天星小輪內部的裝和也都相當鑽入 上層的白色星星長木椅 下層的木條長椅 可調較前後方向的椅背和木製地板 大部份均是由1950年代沿用至今 與現在不同的乘客可以自由地選擇座位 上世紀初香港存在很嚴重的階級觀念 天星小輪也都以種族來區分倉等 當時中國人是不可以乘坐頭等倉的 只有外國人才可以承搭 二次世界大戰後改為以貧富區分 後來只要有錢買票和衣著整齊 就會容許乘坐頭等倉 當年的三等倉並沒有座位 全倉在下班的時間就好像大達地一樣 有人賣藝也有人販賣貨品 這種老香港的市井風貌 在今天的天星小輪上已經不復存在 而且隨著社會的演變 現時天星小輪都已經無倉等之分 先回到我後來我們看